就是在這次切西亞跟亞伯瀚前能解放後 那這個瑪伊亞迷我沒有前解 因為我覺得這兩張小獎的話我覺得就不是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我也用不到他 所以就先不前解 重點就是這兩張大獎 實戰過後 實戰過後他的傷害有提高 但是我覺得開了巫女之後可能才有辦法達到像智障一樣的平坎 所以我覺得他的平坎可能還是不太夠力的 就是可能沒有像那個亞伯瀚這麼 應該是說他沒有像亞伯瀚有那個優秀的隊員 所以他可能平坎也是蠻缺珠的 玩起來的話三圍都可以輕鬆破三萬 三圍都可以輕鬆破三萬 那但是他沒有加轉珠時間的卡片 就跟我之前講的一樣 玩起來的話可能比較吃手轉 因為你要轉到四種才有達到最高2.1倍 那你要5秒轉珠而已啊 然後他再來他沒有那個不怕燃燒 我覺得這一點就蠻吃虧的 就是像那個紅領跟納茲都有不怕燃燒 所以像遇到燃燒盾的話他就比較玩起來沒那麼舒服 然後也是跟預測的一樣齁 開技能之後才能打出單張千萬的平坎 如果沒開技能的話呢 其實就平坎有點爛 真的有點爛 這個不得不說啊 就是跟我之前預測的差不多一樣齁 差不多一樣 實戰之後 然後再來亞伯瀚是我覺得這一次齁 就是 其實跟預測也差不多 我其實本來就覺得他應該算是裡面最值得期待的一張大獎 我覺得他甚至超越撒旦 給我的感覺啦 給我的感覺 可能是因為撒旦前面還有一隻青死王齁 可是像亞伯瀚啊 玩了之後就覺得哇 他就是 我覺得比其他水隊都 都強 不敢說一定都強啊 但是至少都 到一線是沒有問題的啦 然後血量也是三萬以上沒有問題 放個聖鬥士 那個師徒進去齁 甚至破三萬五都很輕鬆齁 有人說他放這個雙魚 雙魚跟那個 雙魚兩張 十二星座跟那個聖鬥士雙魚 跟這個水瓶 這個那個聖鬥士的師徒 冰河卡妙放進去可以破四萬型 很猛齁 跟特哥比 特哥的血太 攻擊力太低了啦 攻擊力太低了 平坎已經不太夠力了 你知道嗎 然後他這張卡他只要開一個冰河 開一個小招 那個傷害就已經非常誇張了 一組星就直接回滿 一組星 四五COMBO 三四COMBO就回滿了吧 就回三萬多了 甚至我實戰打一打都可以補到那種 四五十萬超級誇張 然後血量也是三萬多很OP 然後主動技能的話 我認為這個是不用複製人的啦 這個 因為他的技能的話是延長秒數而已啊 然後他一定要 他是需要水珠的 所以我覺得隊伍裡面 多放一點這個增傷轉水 然後解盾的卡片 會比較好啦 我覺得不用複製啦 反正整體玩起來齁 真的是很舒服啊 我真的覺得他算是水隊一線沒有問題 然後獵星之後 我之前還想說 他這個墮天印記呢 不能手消心 那亞伯漢 除了兩張獵星的大獎以外 亞伯漢怎麼辦 結果他後面又加了一個獵星 這玩起來真的不錯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亞伯漢 實戰時崩王跟實戰輪迴的影片 真的 非常OP 你要說他是魔隊也可以啦 因為他生存力真的非常強 血量 恢復力真的非常高 但他的攻擊力可能沒有到非常高 但是我覺得是夠的 是夠的 啊你如果說需要爆發的時候 就開一個增傷 其實傷害就非常高了 然後你 因為那個轉租時間的問題齁 那你可以放冰河 就多了一秒 穿環境生衣多一秒 甚至你也可以放兩張 我覺得冰河放兩張也是OK的 放兩張就7秒轉租 玩起來也很舒服對不對 你這樣子 他這個隊伍剛好是要combo越高越痛 然後補越多嘛 所以你 我覺得轉租時間越多是越好的 當然你也可以放那個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 我覺得機械化的話就是說 他的平坎會比較高 但是他的傷害天花板可能沒有像 放冰河一樣 就是開個冰河啊 然後開個亞伯漢啊 然後再開個艾莉亞 轉人竹竹這樣子 這樣輕鬆就可以破十幾億 很誇張 那放愛因斯坦的話可能 就上限沒那麼高 但是平坎比較高齁 就看你想怎麼玩啊 主要就是這樣子 然後 像切西亞要不要複製人 我覺得也不太需要啦 因為他基本上本身平坎太低了 你知道嗎 就算開了技能 可能 也是沒有到 也是沒有到很夠力啊 所以我覺得 隊伍裡面還是放一些增傷齁 放一些增傷 然後解盾 解版的卡 或者是轉火 他非常需要火珠齁 那 如果是可以轉火又可以增傷 那更好齁 譬如說像火哀這種卡 因為亞伯漢放個冰盒的話 他可以轉水又可以增傷 是一個很好的隊員 我覺得一張隊長強不強 跟他的隊員齁 也有很大的關係啦齁 所以我覺得這兩張卡都不太需要 這個複製人啦 而且因為他都有 墮天印記的關係 所以其實他的技能CD很快就可以一直開了 所以完全沒有複製人的必要 除非你想要 除非你很喜歡這張卡好不好 你就可以去練複製人 那以上就是關於這次的實戰後分析 我個人認為這個亞伯漢是非常值得抽的 他現在真的蠻強的 謝西亞的話就還好 我覺得紅領的話 是不會輸給他的 紅領可能更好打 那以上就是關於這次的實戰後分析 喜歡影片的話記得訂閱右下角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拜拜